因为家里有小朋友要生小学了 所以对这个松江区的 又生小的这个事情比较关注 那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终于到来 4月7号松江区这个教育考试院 已经发布了相关的政策 又生小的政策是明确的 基本看下来呢 是和去年没有大的差异 没有区别 而相关的划定的区域呢 其实大家心里也都有数 并没有大的变化 那相关的这个电话也公布出来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去打这个电话 当然最重要的是 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齐全 今年的一个特点是全程网上办理 当然网上办理并不等于不去学校 人家学校也将会有开放日 让大家去参观一下 小学这个事情呢 其实是蛮重要的 它牵涉到后面六年的教育 但是对于九里亭街道来讲的话呢 小学目前满足入学 可能还基本上可以 但是初中 将来初中的这个规模 就备受关注了 毕竟初中还比较少一些 而目前的九里亭外国语实验学校 三小和四小呢 基本上应该能够满足本地的这个上学需求 然后就要进行 给大家一点点 然后再说 最后参观一下 refused 我